好 各位叔叔们大家好 我是小泽 今天我们开始来写一下书法里面几种常见的书法偏旁 好 现在我们开始来写一下 第一种是三点水 皮丸罩甩下去 甩完之后呢 这一点点完罩往这边走 罩罩好 一点提上去 好 这三点水呢 难度不算太大 主要呢就是大家记住 这条弧度线 这条弧度线 大家一定要把它注意好了 好 这三点是绕着这个弧度线走的 好 它们的方向大小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大家应该注意好 好 我们再来随便 撇下去 点撇下去 比方说一点往下方压 压完之后呢 往上抬 好 这是三点水的鞋法 那么我们第二个偏旁的 是草字头 草字头经常出现 这一笔线写 好 我在视频里强调很多遍了 因为害怕很多书有写不好 所以呢 我老是强调这个草字头的写法 好 从这一撇完之后 再提上去 好 再按压住这一点 好 这里呢 才是最后一笔 抬高一点往下压 好 承接这最上点还有最下点的这一笔 相当的重要 好 大家一定要把它写好的 方向呢 大概这一笔呢 往这边撇上去 好 这里是往下压的 然后这两笔呢 是往里面收的 这两笔是往里面收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准则 好 再写一遍 一收 好 一笔 好 一点 好 这笔 好 这笔的 特别是这笔 往这边压的时候 压的特别果断一点 好 这是两个常见的 那么第二种呢 第三种 第三种呢 就是一个 一字旁 好 往这边抬上去 斜度都是比较大的 抬下去 好 这里呢 比较细一点 好 然后两点 好 这个字呢 最主要的就是 上面写的紧凑一点 中弓收紧一点 然后下面这一笔呢 比较细一点 细完之后再来收笔 好 这一笔呢 是和整个字呢 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的 好 现在我们来写一下 和它相似的一个片盘 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 没错 是一个四字旁 一点下去 好 基本上很像下 大家就注意了 这一点 最主要是这一点 好 这都是一样的 这边竖笔都是差不多的 方向都是一样 这要大家强调一下 那么接着一种的 双耳旁 往上抬 压下去 都是重的 然后中间一一回 这里又开始重 抬上去 台湾招 这边呢 稍微很细 好 双耳旁 双耳旁 跟大家强调的 重点 重点 好 这收笔也是重点 好 都是重点来的 好 再写一遍 往上台湾招 往下压迂回 好 收 然后呢 收笔 好 这个双耳旁就降到这里 紧接着呢 当人旁 好 这笔也比较重 收的也比较利索一点 好 这笔就开始又变细了 好 双耳旁 一撇 大小方向都是不一样的 又来一撇 然后呢 短撇 好 大家注意了啊 这两撇呢 高度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多了一撇 所以呢 这个长度呢 稍微比这个压缩一下 好 大家注意了 这笔的方向 大小都是不一样的 这两撇记住了 好 这就是它们的区别 还有这里 长短不一样 好 这两撇长短 好 这个好 今天呢 我们对这几个偏旁的介绍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简直战 我们下期的电源 看到更加摩托斚的